今天是3月13日星期五 欢迎关注《纪元头条》 我是雪儿 3月12日星期四 美国发布2019年世界人权报告 对很多国家人权状况提出了批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当日上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份人权报告是国务院团队成员 和美国驻各国大使馆 还有很多专家 按照衡量人权记录的客观标准 共同努力完成的重要年度报告 蓬佩奥说 我们都知道生命和自由的权利 和对幸福的追求 并不是专属于美国人的权利 而是全世界所有人的权利 它特别点名中共、伊朗、委内瑞拉 和古巴所发生的侵犯人权案例 报告提及到香港的部分 指出过去一年香港的重大人权问题 报告说去年6月到年底 香港因为反送中运动 触发连串抗议活动 香港警方被指 在一些场合过度使用武力 例如在721 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中反映缓慢 831事件中 警方冲到地铁站 采取拘捕行动时 勾打部分人士 在新屋岭拘留中心、拘留人士受到警员虐待和性侵犯等 报告也指出 香港警员執勤的时候 经常没有展示身份证明文件 一旦涉及滥权行为 市民难以确认他的身份 而香港特区政府 也一直拒绝外界要求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同时 报告又批评香港特区政府 采取多种方式和恶理由 限制和平集会自由和政治参与 2019年人权报告 也对中共发出了强烈的批评 蓬佩奥说 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使用高科技监视系统 监视潜在的异见人士 令到寻求更美好未来的中国公民 结果换来暴力的对待 他说 中共在拘留营里面关押宗教信徒 它在历史上向来都是争护宗教信徒 蓬佩奥又表示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记录 是人类的世纪污点 而且试图通过恐吓记者 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 香港政府在11日晚 发声明回应说 外国政府不应该以任何形式 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任何有关政治审查 限制言论自由 或者剥夺参选权的指控 皆毫无根据 但香港仲志认为 美国发表的年度人权实践报告 反映华府持续掌握香港局势 关心年月来的警报问题 预料美国国务院 将就《香港人权民主法》 在几个星期之后发表的报告里面 使用颇为强硬的措辞 美国的2019年人权报告 也都明确提到 中共有系统的活摘器官的问题 报告说 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 中共的自愿捐赠数据是偽造的 中国将非自愿捐赠者的器官标记为 公民捐赠的器官 去年6月 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 简称独立法庭 在伦敦举行听证会后 做出终审裁决 并发表报告说 中共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 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和酷刑罪 该法庭又表示 在中国因器官移植而杀害被拘留者的事件仍然继续 受害者包括法轮功修炼者 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 引述了独立法庭的报告说 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显示 中国境内存在强制摘取器官的事情 原籍审阳的法轮功学员于明 在3月10日被邀请出席华盛顿 一个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讨会 并首次公开了他在中国秘密调查的证据 于明曾经走访多间中国器官移植医院 并用微型摄像机录下了所见所闻 其中一段影片记录了中国军方医院医生 向调查人推荐法轮功学员的肝脏器官 因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 另一名本身是律师的 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 也提到练功人器官的价格 议会的美国众议员史密斯说 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中国器官来源于活人 他们被好像畜生一样对待 留住一口气直到配型成功 他说 讽刺的是信仰犯因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成为了更好的器官捐赠者 中国法庭报告里面的 欲警证人提到 疾病或者身体不健康 是监狱里面法轮功学员的唯一救赎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郭丹青 亦有出席并发言 他说 负责任的人权工作者和记者们 不应该再对中国的器官滥用视若无睹 美国政府可以用马格尼茨基法案 制裁中国相关官员 必要时甚至可以做出宪法性的努力 美国大律师尼斯着氏通过视像连线发言 他呼吁美国在联合国上提出指控 是时候将这个问题曝光了 接着来关注两个来自日本的消息 涉嫌向中国出售军事敏感设备 日公司社长被捕 在3月11日 日本警示厅以涉嫌向中国出售禁运敏感设备的罪名 逮捕了一间机械制造公司的社长 据时事通讯的报道 被逮捕的社长叫做大川原证明 是位于日本横滨的一间化学机械制造公司 大川原化工机的社长 他的公司向中国出售的噴霧干燥机可以用于生化武器的制造 按照日本的外贸管理法 该设备出口的时候 需要得到经济产业大臣的批准 该公司未经许可 在2016年从横滨发货运到中国上海 一台售价就是1800万日元 日本要取缘的美美从业蟹价格暴跌 近期日本旅游业萧条 鸟取缘的美美从业蟹价格暴跌 下跌的原因是受疫情影响 温泉旅馆、旅馆、饮食店的游客剧减 预约大量被取消 大量的美美从业蟹等着游客品尝 鸟取缘水产货表示 二月从业蟹的价格比通常下跌了两成多 一公斤大概是3600日元 是2014年以来的低价 预计3月以后价格还会继续下跌 从业蟹是雪械里面一个品种 是雪械中 蟹肉最微微鲜嫩的 亦都是鸟取缘的特产 在2019年11月的一次交易里面 一只特大从业蟹创下了史上最高价的500万日元 中国推出集体产权改革被指人民公社2.0 3月11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 2020年农业农村政策及改革相关重点工作通知 提出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和有罪规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当局的解释是 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改革 发展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 探索集体经济 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 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鸿宇解释了这种改革的必要性 他说 让土地进一步流转起来是双赢 农民获得租金收益 而新型经营主体根据竞争规模 逆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耀俊就说 农村集体产权概念包括很多 但土地是核心 他认为当局改革的目的 是令到这些土地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 同时盘活 令到资产充分利用 尤其是限制的 符合当前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土地 严耀俊说 如果改革以后 权属更加清晰 经营性建设用地如果能进入市场 地价会上升 明显低估的土地价值将被重新发现 消息出台当日 土地流转指数上涨近5% 相关概念股 如永安林业 南海涨交 强势涨停 海航基础 大东海涨于9% 阿圣集团涨超过5% 新的农村政策和改革措施出台后 引起网络热疑 有网友分析说 城市的国企分光了 现在要瓜分农村了 人民公社2.0开始 中共在城市搞商品房 政府靠买土地 将城市住民的钱都手挂了 城市居民基本都成了房路 没有多少油水可以炸 现在以同样的手法 瞄准了农民 有网友说 开发商可以理直气壮 从农民手里 抢走他们最后的依靠 另外有网友指出 大家不要被骗了 这个东西一被骗起来 可以倾家荡产的 土地产权的出以反意 是会出大事的 还有网友说 习大大的脱贫目标一夜搞定 这种阴损的做货方法 之前为什么没想到呢 网友分析就说 因为今年是习近平提出的 全面小康决胜之年 农村集体土地价格上涨 当局可以用这个来计算农民的资产 最后均摊到农民的收入里面 因此估计在农民收入 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之下 可以制造出明以收入大涨的情况 不过也有人分析说 为什么担心这么多 他们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说不埋就是送钱给川军部 中共当年向农民承诺 耕者有其田 鼓励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抢了地主的土地 农民得到土地之后没几年 中共又强迫农民将土地交出来 成立人民公社 80年代公社解散 但土地就未归还 仍是属于集体财产 90年代初期 中共推动商品房 政府通过垄断土地发财 很多地方政府财政依靠卖地支撑 但目前城市土地已经圈卖态尽 于是农民的集体土地 或再次成为中共猎取的对象 正因为如此 有分析认为 今次中共出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改革 本质和当年的人民公社移出一切 农民手中的土地面临着再次被收走 中国农民将变成彻底的无产者 今天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支持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和分享我们香港大纪元的频道内容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是雪儿,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